GDP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数据 无数人翘首以待中国的GDP何时能再翻倍 但其实只要学习美国印度甚至台湾的先进制度 中国的GDP就能轻松翻倍 我们中国大陆的GDP统计方式目前非常的落后和死板 只认增值税发票 不开票的一律不纳入GDP计算 比如说中国的小微企业小商小贩 中国的GDP统计方式 住房出租 要是主动到税务局开增值税发票 那就算入GDP 要是不开票那就不算 但不存在 但这明明就是经济活动 明明就是GDP的一部分 怎么能不算呢 全世界都把这个算入了GDP 就中国不算 为精确的统计全国的GDP 美国甚至发明了虚拟租金的概念 也就是说 你自己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也要算租金 理由是这样的 首选房租是肯定要纳入GDP的了 这个天经地义 无论你是否开票都应该纳入GDP 而在房租必须纳入GDP的基础上 如果你去租别人买的房子 别人来租你买的房子 那不就创造出双份房租了吗 你去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这也是经济活动 不能因为你不给自己交房租 就不纳入GDP了 这虽然不能算非法逃税 但属于非法毁灭GDP 所以美国的统计局 会给你的房子 估一个租金出来 然后直接算入GDP 无论你是自住还是出租 所以现在全美国的房子 在统计局的账本上都是出租状态 都在日益不停地诞生大量GDP 这诞生出来的GDP是一个天文数字 你可不要笑瞧 2020年美国统计局宣布 本国居民自住房的虚拟租金 达到1.73万亿美元 占当年美国GDP总量的8.3% 而中国2020年的GDP 才14.7万亿美元 美国仅虚拟房租这一项 就达到了中国GDP的一成之多 中国的房子大多数是自住的 尤其是中小城市 出租的是少数 而出租的又肯去开发票的 更是极少数 如果中国能把自住房 甚至农村的自建房 全部估算一个虚拟租金 纳入GDP 那肯定可以做到GDP暴涨 保守估计给中国的GDP 凭空上涨1万亿美元以上 美国除了虚拟租金 这项制度非常先进外 还有家庭主妇工资制度 也非常先进 道理是这样的 美国有很多家庭主妇 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 还有很多老人帮忙 这些都是没有工资 没有收入的 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在工作 百分之百的国民经济活动 当然应该纳入GDP 这难道有问题吗 如果他们不在自己家做家务 而是跑到别人家做家务 大家都互相换家做家务 那不就有工资了吗 所以家庭主妇和在家 帮忙带孩子的老人 这些都应该按照市场 过工的工资折算 不能因为他们不领工资 就不算GDP了 因此美国统计局 为全美的家庭妇女 估算出了一个每年6000亿美元 劳务费的数据 算入全国GDP 如果中国能采纳学习这一制度 那GDP又可以凭空暴涨 数千亿美元 还有律师费 中国的法律流程 相对美国来说太简单了 老百姓支付的律师费 相对美国来说太少了 不利于GDP的增长 去年美国的律师收入 达到了1.34万亿美元 贡献了6.7%的美国的GDP 而反观中国 2019年的律师费贡献的GDP 才仅仅100亿美元 占中国GDP的比例 仅为0.06% 和我们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身份 极为不匹配 如果能改革中国的司法流程 让中国的律师费收入 和美国的律师费收入 一样丰厚 那保守估计 又可以提升中国 上万亿美元的GDP 并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还有枪支行业 向老百姓出售的枪支 不仅每年都能创造出大量的GDP 还能每年产生5500亿美元的医疗费 和财产损失 这些都会极旦地刺激GDP的繁荣 如果中国能学习 美国开放民间枪支支支 那毫无疑问 全国医疗费和保险开支都会暴涨 必然可以迅速繁荣GDP 美国还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 成瘾类药物 背负了1.75万亿美元的大学生贷款 核算一次的费用超过中国100倍 这些都会带来大量的GDP差距 至于什么小摊小贩小微企业 那肯定是会被纳入美国GDP的 不开票也会被纳入 帮你估一个GDP出来 甚至毒品性交易这些 都会被纳入美国的GDP 连老板献住自己的房子 都会被纳入GDP 毒贩妓女等人 想要逃避繁荣美国GDP的责任 那怎么可能呢 小摊小贩小微企业 就更不用说了 被纳入GDP天经地义 以上这些在美国统计局的归类中 都属于服务业 所以服务业占了美国总GDP的80% 而根据2021年美国的数据 制造业贡献的GDP仅为2.2万亿美元 只占全美GDP的11.6% 所以只要中国改革目前落后的制度 按美国的这一套执行 那GDP很快就会暴涨 凭空分贝不是问题 但美国的GDP统计制度 也还是太落后了 和印度的先进制度比起来差得很远 如果我们中国能学习印度的先进制度 那GDP上涨的速度肯定更快 美国的虚拟房租制度和印度 当然是采用了 但美国统计局好歹会按照市场租金计算 只对有价值的商品房计算 但印度把全国的贫民窟都给拿入统计了 那些进货于市容垃圾的铁皮房也给拿入统计 并给过了一个很高的租金出来 印度很多贫民窟旁边就是繁华社区 然后统计局直接按繁华社区的平均租金 来给贫民窟算虚拟租金 虚拟房租不是问题 问题是印度统计局用这玩意儿给编的数据实在是太高了 类似的做法还出现在印度汽车上 印度统计局不认可市场售价 觉得你们都在虚报价格 每一辆印度产塔塔车在统计局那儿 全部都是按德国进口奥迪车的价格进行计算 从销售到租赁全部按这个价格算GDP 然后印度统计局发现 全印度有很多农民直接把家养的牛羊粪便给埋入了地里当肥料 没有被纳入GDP统计 非常愤怒 这些都是肥料 应该按照肥料的市场价格进行计算 怎么能不算GDP呢 于是鼎鼎大名的牛粪GDP就出现了 全印度的牛羊每年产的粪 都会被印度统计局估算出一个GDP出来 纳入统计 压根不管你到底是怎么用的 其实印度的制度还是蛮有道理的 哪怕是自用 那确实就是肥料啊 具有价值 当然应该被纳入GDP进行计算 还有很多印度的制造值得我们学习 比如说全球公路里程第一的国家其实是印度 官方宣布全国共有800万公里的公路 远超中国 怎么实现了呢 首先把全印度的路 哪怕是农村那种人和牛羊走的坑坑洼洼的泥土路 只要车能勉强过去 那就算公路 如果这种泥路都能算公路的话 那高等级公路岂不是很浪费 是的 太浪费里程数了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浪费 印度把全国的公路都按单行道进行了计算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条路是两车道的 那当然应该按两条公路进行计算 毕竟其施工量就是两条单车道公路 如果这条路是四车道的 那当然应该按四条公路进行计算 毕竟其施工量就是四条单车道公路 如果这是一条八车道高速公路 那当然应该按八条公路进行计算 修一公里按八公里统计 别觉得这是在夸大数据 就这印度统计局还觉得亏呢 毕竟修八条泥土路的造价都不如这条高速 只按八倍里程统计已经血亏了 所以印度拥有了全球第一的公路里程数 然后还有森林覆盖率 统计这个指标最关键的标准就是 怎么定义森林 国际惯率是把树冠密度大于10%的土地算成森林 印度统计局对此没有意义 但对怎么定义树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印度认为只要高度超过0.1米 也就是10厘米 无论是灌木还是杂草 然后覆盖超过10%的土地面积 那这片地就应该算成森林 然后印度就拥有了全球第10的森林覆盖率 在这种先进制度的引导下 印度把黄赌毒行业乃至于受贿收入 统统都给雇一个值纳入GDP统计 归类为服务业 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了 美国经济学家包括曾援引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CRE评级首席经济师马丹的评论称 如果按美国的统计方式计算 那印度的GDP会立即缩水50% 反过来说 印度的GDP统计制度比美国还要先进一倍 只要我们全盘采纳学习印度的制度 那GDP就可以凭空翻倍再翻倍 但印度的制度在台湾面前又是比较落后的 无论怎么统计 印度统计局还是只统计在印度土地上发生的经济活动 思维还是过于局限 确实比美国的制度还先进一点 但比起台湾那是大大不如 首先台湾全盘采用了美印的经济制度 什么小摊小贩和不纳税的黄土毒产业 通通都给雇一个值纳入GDP 但这仍然远远不够支撑台湾执政当局需要的GDP数据 于是台湾统计局就创新性的设计了一套新制度 把台湾以外土地上发生的经济活动全部纳入台湾岛的GDP之上 只要你是台湾人 那你在全球任何地方开公司开工厂创造出的产值 通通都算台湾岛的 比如说富士康 他在中国大陆雇佣了几百万人 每年在大陆上有上万亿台币的营收 这上万亿的营收大陆的统计局算入了自己的GDP 台湾的统计局也算入了自己的GDP 这是真正的全球独创 现在全球只有台湾这么做 为目前人类的最先进经济制度 就连有1600万国人海外打工 每年可收到千亿美元汇款的印度 都拉不下来连这么搞 但台湾20年来坚持这套统计制度 在发明了这一套先进制度后 台湾一改GDP原地踏步的颓势 实现了GDP连续狂飙的奇观 在人口和工资30年龄增长的前提下 台湾奇迹般的实现了GDP翻一翻 创下了人类统计史上的神经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先进制度都学习过来 改良下GDP的统计办法 那我们完全可以凭空 把中国大陆的GDP翻倍翻倍再翻倍 一夜之间我们就可以成为 全球GDP头号强国 不比在那里苦哈哈的搞制造业 冲GDP强得多嘛 我们下期待的统计划 我们下期待的统计划